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好,來,那不囉嗦,正式開始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呢,我當然要講 關乎於我們台灣以及兩岸未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場選舉 明年2024年的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喔 那今天呢,舉行了這個總統大選唯一的一場辯論會 這個叫辯論會,不是政見發表會喔,就是由媒體主辦的這個辯論會 那有交互結問的這個部分,也有媒體提問的部分 今天舉辦了這個唯一的一場辯論會 那這辯論會裡面當然有很多大家互相結問,互相攻訪的部分 但是,在其中的一個環節,媒體提問的一個環節喔 那賴清德竟然講出來就是說 中華民國會帶給台灣,給台灣會帶來災難 這個簡直就是匪夷所思的一種想法 那一種講法,但他後來有更正啦,是說中華民國憲法 他不是指中華民國,他講的是中華民國憲法 但是不管是講的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民國憲法會帶給台灣災難 那基本上都是很誇張的一種說法,但是偏偏是這麼樣一個誇張的說法的人 還有這樣信念的一個人,很有可能會當選中華民國下一任的總統 這個聽了也是蠻諷刺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賴清德的在這一段 總統大選的這一段,辯論會的這一段,他是怎麼講的 好,來 在兩岸關係上有所討論,我們現在把重點拉回來 放在憲法根本大法上 我代表中國時報向三位候選人請教下列問題 第一個,請問你們認不認同中華民國憲法 請回答認同或不認同 第二,在中華民國憲法對固有疆域已經有所規定 而徵修條文裡面有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文字 內容顯示台灣大陸同屬於中華民國 也就是說大陸也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請問認不認同? 第三個問題,根據我們前兩題的討論 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 意味著目前兩岸就是在中華民國底下的一國兩制 分為大陸和台澎金馬制度 請問你們認不認同? 根據上面的問題的思索 請你們說出目前心裡的真實的想法 以及以高遠的態度來討論一下 你們對未來兩岸關係的評論 請賴清德先生回答 時間兩分鐘,請回答 謝謝,因為國家是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其實也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我們談憲法要優先談人權保障 要有人權保障 一定要重視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第二個,如果拿民國35年所制定的憲法來看的話 其實你會失望的 因為當年李登輝總統任內推動六次修憲 目前我們在台灣運作的這一部分 是徵修條文 也就是以台灣發展為中心的內涵的徵修條文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如果憲法或是其他的法律可以團結國人 我們當然要尊重、要採用 但是如果要用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這恐怕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始不同於中華民國的存在 中國在國際上的三階段論講得很清楚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兩岸同屬一中 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那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在國內 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復國神山 這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台灣已經從專制獨裁的時代走向今天民主開放的時光 我們要珍惜這一切 我們不能夠走回頭路 我們一定要勇敢的勇往直前 未來我當總統 我一定會凝聚台灣的共識 走出一條大家團結的道路 既能夠保護國家 也能夠發展經濟 造福全國人民 這就是賴清德的回答 他中間有講一段 中華民國憲法 到底是要解決兩岸的問題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中華民國 中間他講的是中華民國 賴清德他講的是中華民國 到底要會給台灣帶來兩岸帶來和平 兩岸的護國成長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那當然賴清德說他自己是口誤啦 他講的是中華民國憲法 但是不管是中華民國給台灣帶來災難 還是中華民國憲法給台灣帶來災難 賴清德他要競選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此時此刻他竟然說中華民國憲法 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那基本上你是基於憲法來競選的總統 你現在就已經dis憲法 那你就是不遵守憲法 但是事實上賴清德也講得很清楚啊 雖然是很很可很可笑很可悲 也很可恥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不遵守憲法的人 一個不遵守中華民國不認同中華民國的人 然後他來競選中華民國總統 而且他也很可能選上 那但是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未來非常有可能會有一個 中華民國會有一個總統 他不認同中華民國 也不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但是他也是很 就是蠻白的啦 就直接白了講這句話 但是有的時候叫做很還蠻卑鄙的 就是你明明不遵守 不認同中華民國 你也不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但是他也不會修改 我就這樣 那當然這個中國時報的這位總編輯 他的提問他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提問你賴清德 你要不要基於 你可以說什麼 你都不要講什麼 中國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同屬一中 我這些都不問你 你回到中華民國憲法的本身 中華民國現在憲法架構下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台灣以及中國大陸 都是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 分為大陸地區跟自由地區 太豐金馬 那這樣 那只是說我們現在主權 不基於中國大陸 但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治權不基於中國大陸 但是我們的主權還是嘛 我們還是要聲稱他是我們的領土 那但是基於現實需要 所以我們制定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來規範兩岸人民的互動 那也就是因為如此 所以兩岸是內政的問題 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所以台灣跟大陸的互動 我們才會用陸委會 對岸才會用國台辦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兩岸才會有九二共識 才互相交流 所以回到這個根本的原點 我們為什麼會有陸委會 為什麼會跟大陸 最後彈出一個九二共識 那就是因為我們是中華民國憲法 跟對岸是屬於 都認同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只是我們是屬於不同的治權 兩岸是不同的政府 就說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吧 就是這樣 他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我們是中華民國政府 實際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中華民國憲法 就是如此規定的 這個記者也講 就是說現在等於是 在現在現狀下的這個 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一種 一種一國兩制吧 就是這樣 那起碼就是說 我們在中華民國憲法還是這樣規定 那這是很 其實是很清楚的 但賴清德也講得很清楚啊 他說是中華民國是兩岸 維護兩岸和平還是會帶給台灣災難 那事實上 他說他口誤 那他等於是中華民國憲法會帶給台灣災難 也就是說他就任了以後 他將不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奇怪一個總統不 總統應該要依據憲法 就職 然後來行使他的職權 但是一個總統 就職以後 他就職前 他就說他不依據憲法 就職後也不要依據憲法 這這 奇怪怎麼可以這樣呢 但是就是 就是顯然就是這樣 所以 很可悲啦 那我今天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賴清德他這樣 他的吐槽點實在太多了 那 我就只針對這一句 那我為什麼會說 賴清德當選啊 中華民國將明亡實亡 我們聽過一句成語叫做明存實亡 就是 名字還在 但實際已經滅亡了 有很多人 包括中國大陸這邊 的網友 他們講到中華民國就會說 中華民國已經名存實亡了 那怎麼說呢 就是說 當中華民國 很多人就是說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 就是 或者整體都滅亡 實際都滅亡了 或者用名存實亡來形容 我們常常說 有很多人會 會 會 劃分幾個時間點 有幾種時間點 一種是 很多中國大陸的 網友 或者是 比較 粉紅的 或者怎麼樣 不管 很多人會覺得 中華民國在1949年已經滅亡了 有這一派說法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派 就是說 中華民國是在1971年 1971年是 因為1949年 中華民國雖然失去了大陸的統治權 但是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 包括在聯合國 還是保有這個聯合國的席位 然後對 在國際上 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是中華民國 在1949年到1971年還是中華民國 所以 有人說 當中華民國在1971年 失去聯合國席次的代表權的時候 他就已經 名存實亡了 啊 OK 好 有人這樣講 但是 還有一種說法 是說 當中華民國 在李登輝時代 他推動了三次修憲 然後 把中華民國的這個 這個整體架構 然後 包括台灣進行民主化以後 然後 陳水扁 凍結了國統會 還有 國統綱領 啊 那這個時候呢 中華民國 就已經 名存實亡了 啊 那還有人說 當馬英九 呃 執政以後 然後 似乎看起來 中華民國又有在心之下 啊 但是呢 當 蔡英文 再上台 然後整個 台灣的這個情勢 叫改 然後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啊 那 台灣越來越多的所謂天然毒 也就是說 越來越多的台灣人 生出了自己的 啊 所謂的本土意識啊 就是 跟 中國那邊 是已經 不相干了 我們是我們 你們是你們啊 我們根本就不是一個中國啊 那這種時候 其實中華民國 就已經名存實亡了啊 那當然 那每一種定義上啊 都有 都有各自的道理跟詮釋啊 那我個人是比較偏向於 呃 最後一種 就是說 當這一塊土地上 越來越多的人都不認同 自己 是 中華民國 那或者是自己 中華民國實際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孫中山的像 還掛在總統府裡面 為什麼我們的國旗歌 叫做 三川壯麗物產風龍 炎黃勢奏 東亞成雄 物自暴自棄 物故不自封 光我民族 促進大同 啊 好 但我們的這些 但都當 沒有人知道韓義 或沒有人 認同 或者是都大家都 呼嚨過去 或根本不在乎 不care 當這一步實現的時候 那其實中 中華民國 就已經名存實亡了 所以很多人說 現在中華民國 是名存實亡的這個狀態 那 但是不管怎麼樣啊 你名總是還存著吧 名字都存著 那我為什麼說 當賴清德當選 中華民國很有可能 名亡實亡 哦 就是說 中華民國名存實亡 那大家 可能會有各自的時間點 不同的解讀 哦 那 呃 我現在都 都不去糾結 到底是從哪一個時間點 算起 中華民國算名存實亡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名 起碼還在嘛 哦 我還是 拿著中華民國的護照 中華民國身份證 媽的名總還在 哦 但是 我說賴清德當選 中華民國將名亡實亡 什麼叫做名亡實亡呢 啊 就是以賴清德的這種 這種論述這種講法 啊 他 徹底否認 中華民國憲法 啊 然後完全 呃 秉除掉 九二共識的可能性 那也沒有拿出什麼具體跟對岸的作為 拿出的作為就是 我跟一邊一國和平公主 你買不買單 你不買單了就來啊 我媽的跟你拼了 哦 然後包括 口一哥趙逸祥也說啊 這個一國 那個 不要說一國兩制 和平統一是不可能的啊 台灣人不會接受 他打球丟給台灣人 好 那你 你是把這可能性完全秉除 那台灣人說不接受是現在不接受 沒說未來如果都還好 也有可能會接受啊 但是按照賴清德 民進黨規劃這個藍圖 是完全不可能的啊 那什麼樣讓中華民國 連民存死亡都不可能 走向民亡死亡呢 那就是 真的亡了嗎 好 那就是 當 對岸 都發覺 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已經完全喪失 的情況下 好 那 什麼叫做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完全喪失 這句話怎麼聽起來這麼熟悉 是在哪裡聽過呢 好 好 這個叫做反分裂國家法 好 那 事實上中國大陸這邊已經有法原基礎 好 那 如果 真的如此 按照賴清德 跟 呃 民進黨所有的作為 還有他今天在這個辯論會上面的表現 很好啦 也很直白啦 好 我必須講 首先如果賴清德真的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總統 好 第一個看點 就是 520就職的那一天 他要跟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一項 宣誓就職 首按中華民國憲法 那一刻是非常非常 諷刺的 我應該找出那張圖 但沒關係 等一下會有人幫我找出來 首按著中華民國的憲法 對著國父孫中山一項 宣誓就職的那個時間點 非常非常的 那個叫什麼 諷刺 這是一個非常諷刺的景象 然後呢 賴清德宣誓就職以後 兩岸是 沒有什麼互動的基礎 因為你都不認同這個 一個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也就是說 兩岸不是內戰情況的延續 兩岸不屬於內戰延續 台灣的問題叫做國際問題 國際的民主國家來解決 我們是民族的 所以兩岸跟你那個 歷史遺留的這個問題 沒有關係 好不好 根本不是 所以兩岸是不可能有 任何政治互動的這個基礎 那你就是被迫的 被解決 那至於是用什麼方式被解決 那 我是不知道 那有可能是動武 有可能是以武逼彈逼童 那 但總之呢 你是被解決的話 你是被迫的被解決的話 那中華民國就是走向 民亡實亡 連民都很難去存 我覺得 這是非常有可能 因為賴清德他已經 擺明了 還有民進黨擺明了 把兩岸政治協商 去解決兩岸問題的這個可能性 完全秉除掉 那如果賴清德當選 不是四年 是八年 目前看起來 中華民國的這個 這個總統 都是會連任的 因為他手上有這個行政資源 權力太大了 再給民進黨八年 蔡英文八年 賴清德八年 賴清德有沒有八年 我不知道 但是再給民進黨八年 呃 隨便一個 開始教改的一個 學生 上小學的 都已經可以投票兩次了 八歲加十六 都二十四歲了 從教改 課綱開始 108課綱開始 然後再來 弄弄弄 全部都 差不多都是這樣 台灣都是這些人 我都不知道到時候會怎麼樣 可能 台灣基本上都會走向民進黨 一黨獨大 直到永遠的情況 那我想 我一個台灣人 我在台灣看台灣的政治 我大概都知道 如果接下來還是賴清德 然後民進黨再八年 那基本上 兩岸的情況 台灣的情況 政治大概就是如此 那 中共會不知道嗎 習近平會不知道嗎 習近平是二零 是去年吧 是去年吧 應該是去年吧 他連任嘛 對不對 他的連任是五年 所以是 二零 他的任期是到 二零二八 是不是 二零二八 二零二七 那不管 二零二八 二零二七 那習近平現在是69歲 還70歲 那理論上來講 他應該還可以再 連任 他還可以再任個 兩任 也就是說 習近平的任期 跟賴清德的任期 是完全 重疊的 習近平現在是69 70 他在 當選 下一任是74 再當一任是79 所以他理論上應該會幹到79歲 然後 然後退 退啊 現在看起來他這一任 也沒有看出誰是接班的 目前沒有 預估啦 預估他應該會當到 第三任第四任 那所以 以習近平的任期來講 還有賴清德的任期 他現在是2024 賴清德下一任是2028 再來是2032 習近平的下一任是2027 還是2028 再下一任是2032 所以 習近平跟賴清德 兩任 是重疊的 時間點是重疊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說 2027是一個時間點 因為習近平必須要在連任之前 拿出點東西來 喔 來說服不管他內部怎麼樣 就是 我是可以 繼續在連任的 他也有他內部壓力啊 中共 中共的領導人 他 要連任 他也要拿出東西 來說服他內部的人啊 就算他不是選票制 他也有內部的政治其他的派系 要處理啊 所以 當習近平要連任的時候 他要拿出什麼東西 來說服 他的內部 說我要繼續連任 好 那如果你是習近平 你看到兩岸 和平統一之路 已經 可能性已經完全喪失 好 那你 又面臨著 連任的壓力 或者是你面臨著 你個人的這個 歷史定位的一個 一個追求 你都 當了 這麼多届 結果台灣問題 如果在你手上 還處理成這樣 那你要怎麼 對 你的歷史定位去交代 所以你是習近平的話 我現在是換位思考 你是習近平的話 你會不會想要在任內 解決台灣問題 如果和平解決 可以解決 那當然更好 和平可以解決 就是說 起碼 可以給內部做一個交代吧 真的把話講白了 就是 我也給內部 就是 讓我可以交差吧 是不是 我跟內部的那些鷹派來講說 可以啊 我們兩岸 目前也走上這個 和平統一之路了 對不對 大家開始這個 該交流 該互動都都開始做了 對不對 然後慢慢來 不用不用走 那麼激烈的個路子 就是 這個叫做 我可以給內部交交代交差 但是你 要 習近平 把 給內部交代交差的這條路子都堵死 請問 中國大陸他沒有鷹派嗎 中國大陸的人他不想 他他內部他的 不管是鷹派什麼 他不想 武統台灣 不想把台灣問題解決嗎 那 賴清德的任期又跟習近平的任期 高度重疊 那你又 這麼高 好啦所以 我就說啦 如果 我是習近平 我看到這樣 賴清德如果當選 我差不多就要準備 用非和平手段來解決台灣問題 我起碼要開始準備 然後再走著看 那如果 真的 再過一陣子看起來 好像 差不多就這樣 那 我啦 我是習近平 我沒有說 習近平怎麼樣 我沒有說我希望怎麼樣 我只說換位思考 我是習近平 我差不多也要動了 那當然我不是啦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是預測 如果賴清德當選 以他未來的任期 跟習近平是高度重疊的情況下 我覺得 兩岸問題 會在賴清德任內解決 會在賴清德任內解決 那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 賴清德當選 中華民國 將會冥亡 實亡 就是如此 這是我的預測 希望這件事情不要成真 OK 好 來 等一下開放Discord Goin 等一下開放Discord Goin 好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 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 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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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